高龄化社会来临 就有业者看好银法竹的商机 引进着日本的生活用品 像是辅助手推车 省力开灌器等等 都是针对长者的习惯贴心设计 要来提高生活品质和尊严 但台湾在老年市场的起步较晚 相关产品的单价成本较高 对今打细算的银法竹来说 还在推广阶段 银法竹用品有多贴心 把叉子转个弯 吃东西手腕不用动来动去 想转胎老华也看不清楚 巨无霸遥控器解决按钮问题 拐杖携带不方便 折叠式一甩三秒变拐杖 一样坚固好用 如果说手脚已经不灵活的时候 其实直接这样子夹就可以直接夹 很方便 高龄化社会来临 业者看好银法竹商机 引进了日本用品 猪大长者不需要养赖儿女 就能自主处理 提高了生活品质和尊严 但台湾在老年市场的起步晚 相关产品的进口成本高 能不能攻下金打细算的银法竹 还在推广阶段 因为在日本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对这种东西产品 他们的消费单价比较高 那我们这边来讲 从日本引进来的成本 相对也是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在售价上面来讲的话 很多长者进来问到价格 他们对这个价格会有些疑虑 有需求就有市场 现在一般的生活用品 的确很少针对老年人开发 就有民众说 如果是改善生活的必需品 价格可以考虑 单价虽然高一点 但是对你的走路的时候 帮助你走得很稳 不会跌倒 我是觉得有这方面的帮助就是了 减轻一些我们家里人的一些时间 所以说这些补助方面的 我认为可以增加一些 专属银法族的便利店 分成网路平台和实体店面展售 让老人家试用过才知道适不适合 从保健食品到按摩小物 兼顾食用和美观 送礼自用两箱仪 能不能吸引银法族的目光消费 业者第一步进驻社区试水温 秋风台银西游淮轩 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